2019年最受欢迎的车款 你知道是哪一款吗 当然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过许多的风云车的评选 像是欧洲年度风云车 世界年度风云车 而许多的车款其实在台湾都有贩售 同时也可以让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有个参考的依据 不过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台湾也有自己的年度风云车的票选活动 刚迈入了这个第14届的车讯风云奖 最近也刚刚落幕 同时除了有各个专家 在评选出各个集聚里面的最佳的年度风云车 还有最佳的车款之外 其实最大的奖项 年度风云车到底是奖落谁家呢 不过我们在揭晓这个答案之前 我们首先要先来了解一下 车讯风云奖的这个评选 是不是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 像世界级的那种评选的方式是一样的呢 乃哥 其实我觉得最早以前我们在媒体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所谓欧洲的风云车 还是这个美国的风云车 国外的风云车 通常有时候在台湾 都是叫好不叫做 所以呢 车讯风云奖是针对台湾市场来做 而且现在第14年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做得不错 那以我以前在国外 在参加这所谓的这个评选的时候 你知道那时候 大部分从媒体开始 其实从媒体有几个角度 大概都是从杂志社的媒体开始 原因是因为以前在汽车媒体上的话 杂志的这些编辑们 受到的这个深度的教育是比较深的 所以由他们评选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比较具有所谓的公信力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评审 喜欢的东西 通常都跟消费者有一点点脱节 比如说性能 或者是骨子里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的风云奖 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说他开始有考虑到 所谓的消费者的这个想法 那以前我们在评选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自己就去投票了 然后个人的喜好会有差异 所以当你的评选的委员越多的时候 那他代表出来的数据会更精准 就更值得参考 对 更值得参考 那这一次在台湾的这个车讯风云奖 总共列了非常多的这些入选的名单 然后经过很多的这个评选之后 就推出了很多的这些车型 其实这些车型 我觉得非常值得台湾的消费者去参考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会有一个初选 然后之后再进入决选的一个阶段 我知道那时候 其实车讯风云奖的决选的时候 是所有几乎所有 在台湾的专业的车评们 都会聚集到这个新竹 对不对 那我们要问一下爱大 这一次其实评选的方式 跟往年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些评选的方式 是不是值得消费者 做参考的一个依据呢 其实我觉得乃哥刚刚讲得很好 就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风云车 基本上它是落地的 符合我们台湾的民俗风景 有接地气的 对 以及消费者一些习惯 那其实我已经好几年都担任 这个车讯风云奖的这个评审 然后像这个德科也是一样 那其实他在决定各个急剧的车种 哪一些名单 哪一些车种可以入选 其实之前评审就已经有开过 这个审议的会议了 然后再经过通讯的一些投票 什么样的车可以入选这个风云车的这个选项 每个急剧的选项之后呢 再来找了一天呢 所有的车辆全部集中到这个新竹的安架中心 它有一个固定的场域去做测试 那所以评选可以在一天之内呢 开到所有入选的车辆 当下你开完了之后你不会忘记 这一台车刚刚在过这个弯角的时候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弯 它车子的回馈是什么 你换了下一台同急剧的车辆之后 你马上可以比较出差异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活动办的 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可以连续14年的 来去持续的进行 当然今年增加了一个是 这个消费者目前最重视的 所谓的主动安全的一个配备 列入了这个AEB自动刹车的这个项目 那当然呢 这个主办大会在这个测试场域里面 摆了一个人形的立牌 那标注的哪些车子是具备有 AEB自动刹车的这个系统的车辆 评审可以驾着这些 具有自动刹车车辆的系统 一一的去测试 这一台车它在这个自动刹车的时候 反应的速度 刹车时候的力道 刹车距离跟人形立牌 停下来的这个距离 到底是长还是远 它反应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 作动的方式 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驾驶 我觉得这一点给予评审非常 怎么讲 让评审我觉得会更清楚的认识 不是只是我们看的配备表上面 有AEB 那到底怎么杀 对 是不是真的会作动 这个也是 一般在道路上也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那如果它在安全的场域 甚至是让所有 具备有这样的功能 都可以上档去测试 我觉得这是一点 比较接地气的一个方式 而且让评审可以就不同的车型 同样的集聚 不同的车辆 能够去挑选出什么样的配备 我们常常讲大家都有这个功能 可是每一家厂商表述其实是不太一样 对 其实除了刚刚艾达讲的之外 据我所知 车讯风云奖 它其实还是有参考到消费者的意见 所以也会在这个网络上进行一个票选的活动 也有参考到消费者 比如说他们的投票的比例 不只是专业的车品而已 所以其实台湾的车讯风云奖 是还蛮值得做参考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国产车的SUV 这个集聚来说 可以说是台湾市场上面的重头戏 大家每次可能明单一看 马上就来看说 到底今年最佳国产车的SUV 是哪一台车得到 我们知道2018年的车讯风云奖 年度的风云车 是由Honda的CRV所拿下 可是今年非常厉害 就是我们的Nissan Kix 其实一举夺下了冠军 而且它还有得到另外一个奖项 就是最佳的国产SUV 对不对 那我们要问一下德哥 为什么这一款Nissan的Kix 可以受到这么多专业车评的青睐呢 其实坦白讲 Kix这一台车 我觉得它实车比照片漂亮 对 就是而且你开过 你只要亲身开过 你会有那种好感度 那那个好感度不是在于 它的外形说是多帅气或怎样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觉得 它是很用心在打造一台小车 就是以一台这种跨界的小车来讲 尤其它的内装成色 我甚至觉得它的内装 譬如说你外观是80分 我觉得它内装我会打90分 而且它包括像它的椅子 它的椅子是这种3D抒压座椅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觉得 它就是个橘色的椅子 可是你真的坐下去 你就觉得它包括泡棉 包括它的肩部 臀部 腿部的支撑性 它好像是真的可以 让你觉得坐起来有那种舒服感 而且这一台车 还是一台80几万的这种国产车 你会觉得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你知道它还有像包括 它的这个中控台荧幕 当然有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这些系统 还有它还有这个无线充电的功能 那过去这样的功能 可能是在比较高级车 你才会发现到 而且以这么一台小车 它在五座的模式下 它的行李箱空间 可以有428公升 我觉得就一般小家庭来讲 它已经算是很实用 那再加上它好像行人侦测 这个防锥状预警的这些功能 等于你很难想象说 这一台小车 它其实算是齐全的 那在性能的表现上 它不是很快 1.5自然进行引擎 可是它很顺 再结合它的这个XCVT 而且它一公升的平均油耗 可以有17.3 所以整体加起来 再加上底盘的这种Q韧度 整体开起来 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种好感度 所以其实德哥也点出了 这一次为什么Nissan Kicks 可以拿下了这个年度风云车 最主要是它在各方面的表现 都相当的均衡 所以能够获得我们评审的青睐 不过我们要在这边请爱大帮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年度风云车 真的在外形上面是真的非常的细精 而且在内装的配备上面 也相当的到位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Nissan Kicks 其实刚刚德哥已经介绍了 这个Nissan的Kicks 拥有这个非常年轻动感的一个外观 那当然事实上 实车真的是比这个照片来得好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悬浮式的车顶 车顶是橘色的 双色车身的一个搭配 那么现在这次悬浮式的车顶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项设计 当然家族的VMotion的一个车头造型 一眼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Nissan家族SUV的一个车型 不过刚刚德哥已经讲了 它的3D的舒压座椅 它的1.5升的引擎的动力的表现 其实它还有其他一些些 我觉得很不错的配备 例如说自动远近灯的这一个设计 而且这个光源是LED的一个光源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最近有最流行的一张图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仪表板上 一直亮着一个蓝色远灯的符号 那你可能是一个什么三宝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因为不小心可能开到远光 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到现在为止 他不晓得为什么又有一个蓝灯 亮来那个地方 其实那是一个远灯的符号 那远灯基本上你会造成 对象来车的一个这个炫光 会造成对象来车驾驶的一个这个视线上面 会被这个光害所影响 会看不清楚 造成这个行驶时候的一个危险 所以呢 自动远光灯的设计就是说 它会侦测如果对象有来车 它会自动把远灯切换成近灯 但是如果说这个对象是没有来车的状态 它又把自动又把它开成了这个所谓的远灯 让这个驾驶的视线来得更好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 尽量把它调整成为auto的模式 因为Kix里面它就有备备了 Kix就有这样子一个功能 那刚刚德哥也提到了 它的这个致连系统 有Apple CarPlay 其实它连Android Auto 它也是通用的一个系统 包含了它的内装的这个 德哥刚刚打90分 因为它其实利用大量的皮革的材质 在这个中控台 以及这个门市板椅座椅上面 其实看起来触摸起来 看起来 坐起来质感都相当的不错 当然因为又有Nissan的这个3D的一个 抒压座椅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于Nissan的Kix里面 内装是大大加分 所以你看它可以获得网路票选 网友的青睐 拿到网路的这个投票的年度风云车 然后在国产SUV的急剧里面 又拿下国产SUV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风云车 最佳的这个选择 然后你要知道 每一个急剧的最优选的那个车子 才能够来角逐年度风云车 就是总冠军就对了 对 总冠军 所以Nissan Kix是在今年的风云车奖项里面 是不分车种里面 它是最厉害的一个车子 当然我觉得还有像配备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Nissan Kix它的这个空调系统 具备有这个PN2.5的一个这个过滤功能 我想这个非常适合什么 非常适合小家庭 像我有小孩子 我就特别的在意车内的空调系统 它是不是有能够过滤这个PN2.5的一个这个功能 其实最近我研究所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 那那个Kix能不能买 我说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因为它是一个女生 他说可是我假日最喜欢去露营 这个会不会车会不会跑不动 我说没有问题啊 这个车子其实你不要看它没有涡轮增压 他问我问题是说 它没有涡轮增压 我说其实没有涡轮增压 你不用担心 其实他刚刚德哥也跟大家分享 它其实动力输出其实都相当的足够 而且我说你亲自去开看看 你就会知道说 这台车不仅是在车内的空间表现不错 动力来源也很稳定 然后开起来非常平顺 车身尺码轻巧 灵活 恰到好处 但是又保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式空间 尤其是冠宇你知道吗 你看这么小的一个车身尺码 你会觉得说 那它我要去露营 我要载很多行李怎么办呢 刚刚德哥讲后行李箱空间表现也不错 可以载一下两个29寸的行李箱 对 所以基本上对于一些 那种属于这种比较小型的车款来说 如果说它真的会让你担心说 我可以爬上武林的话 如果它真的没有办法爬上武林 这台车基本上也就不用卖了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 所以当然所有的专业的评审 在他们评选之下 能够获得总冠军的Nissan Kicks 其实它有很好的DNA 就是来自于在这个Nissan的SUV家族当中 除了我们看到的Kicks拿下了年度风云车之外 我们还知道就是像跨界休旅车的先驱 Juke甚至于还有世界级获得冠军的X-Trail 它是销售的冠军 那我们要请德哥稍微帮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知道Juke其实在台湾的道路上面 它的能见度不算低 而且它独树一格的外形真的相当的吸睛 而且它是来自于英国原装进口的 其实Juke它算是跨界小车里面算是先驱 你知道Juke其实还有性能版 只是台湾没进 我在2011年的时候 在英国的Google Festival of Speed 我看过Juke R Juke R是什么 它是用了GTR的引擎 就是对那个V6 Twin Turbo 而且它还可以做特技 就是两轮毒死 所以那时候在看觉得 这台车其实很有趣 因为它不只造型会让你觉得很前卫 而且它性能跟操控也不错 那Juke它其实还有几个优点 因为我觉得它一直算是被市场低估的小车 包括它因为像刚才提到 它其实它现在有比较平价的价格 因为它一开始进来可能价位比较高 那现在有像包括它的英轮版 它用LED的雾灯 83万9起 等于你用这个价格 你可以买到一台英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小车 而且很多女生 它买休旅车 当然因为现在SUV很夯 可是有的女生 它不一定要大台 它觉得小一点 它在市区穿梭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有压力 所以Juke其实某方面 它能够满足这样的设定 而且它有几个优点 像包括像它现在的时尚经典元素 包括它有像Rally车的这个车头灯 运动化的这个内装 而且它还有包括像隐藏式的把手 跟类似370Z 后面的这种回旋标的尾灯 等于就是在造型上 你看到你会觉得这台车算是特别的 那因为现在又推特式车 所以包括内装跟外观 在配色跟质感上 你也会觉得比较活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